假日在三重有一场暖心接电的活动 俊勇和弱势家庭可以免费在这里 自行选择需要的衣物以及儿童玩具 让他们感觉被尊重而不是被施舍 志工们兴高采烈的搬进一代又一代的衣物 这些爱心人士捐赠的物资 有些是二手的 有些是全新的 但同样的是一份温暖的心意 希望用尊重替代施舍 让街友弱势家庭也能够在过年前 享受逛街采买的乐趣 暖心接电是从南非 第一次从南非引发起的一种 国际性的爱心活动 我们希望透过本身的帮助 能够去把多余的物资 像衣服裤子等等 去贡献给这些有需要的街友们 或是有需要的弱势家庭 那我们希望可以以爱心传爱心的方式 我们过去来讲 我们传播爱心都是以施舍的方式 那我们希望说可以透过一些尊重的方式 让他们觉得今天他们备受尊重 然后来自这边挑选他们自己适合喜欢的衣服 那改天他们也可以有能力去贡献自己的能力 再去帮助更多的人 然后把爱心传到全世界 这是我们的理念 这个名为暖心接电的活动 去年在万华举办第一场之后 在全台已经办理10场 发起人透过脸书号召有心人一同加入 大家一起贡献 散播爱给所有需要帮助的人 我们这些物资就是来自于 我们有爱心的每位志工的召集 然后由一位志工再往外去扩展 去寻找更多的志工 然后收集他们的衣服 我们并没有在事先的活动之前 去收集是在当天 然后他们一一的把衣服带过来 然后有这些的量 像我们今天已经召集 应该至少有300件以上的衣服 在这寒冷的冬日 因为有满满的爱 不管是付出或是接受付出的人 都感受到同样的温暖 记者沈舟人们会三重采访报导